大家好,今天我来分享 为什么现在的自来水管道上都不安装这种铜闸阀了呢? 这种铜闸阀呢,我们看一下 它是靠这个 它是靠这个闸板的升降来足水的,我们看 当我们这样拧的时候,我们看 这个闸板已经出来了吧 它全靠的是这个闸板和这个阀体 它的结合来阻断水源 所以呢,当这个阀体里面藏污纳垢以后呢 它有水质以后,它粘到这个阀体上 所以这个闸板呢,它就关不严了 我们看,关到这里的时候,它就有一个缝隙 或者我们再往下关的时候 它有这些污垢水质给阻挡住了 我们关不到底了 关不到底以后呢,这个水呢就不能够完全的切断 所以它就漏水了 当我们着急停水的时候 我们关不严 还是画画的流水 所以有很多PBR管道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溶解 它有一点水我们也溶解不了 所以这种的闸阀呢 它出现很多的问题就是 它里面容易藏污纳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打开,让大家看一下 它藏在哪里 我们看了嘛 这里面这个凹槽这里 当它有水质过来以后 它正好落到这个凹槽里面 它时间久了以后呢 它就粘到这个上面了 所以我们想清除都清除不掉 还有很多的朋友呢 是把它开大水压以后 这样来回的开关来挤压 把它给冲干净 但是我们知道一些顽购的水质 它沾到非常结实 我们根本就挤不动它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关不严了 很多物业的师傅呢 更换阀门的时候 就不再买这种通炸阀了 所以他就买截止阀 或者是球阀 这种的球阀呢 它里面的这个球芯呢 很多的都是铁的 如果是铁的呢 时间长了以后一掌锈 这个阀门就废了 所以我们买这种球阀的时候 拿一个磁铁 如果它不锡的话 证明它是不锈钢的 或者是铜的 如果它锡的话 我们就不要买了 买了以后呢 以后还是个隐患 所以呢 这就是很多人 现在不安装这种通炸法的原因 它关不严 越是召集的时候呢 它又关不严 所以呢 朋友们 我们选的时候一定要选对了 不然的话 等我们召集停水的时候 关不住 这是很麻烦的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的评论和关注 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